早安 今天開直播時間比較晚 一點點 因為這台車我們在拆裝的時候 有一些零件剛好損壞 所以我們立刻跟查來航叫了一些零件 這台車是 B&W 190 型號是 328 330 328 它這顆都是 NA 的引擎 跟很多外汽車搬進來的 335 的動力是不同的 335的話是渦輪引擎 那這一顆引擎是 NA 引擎 經理對這顆 335 的引擎的話 會 N54 N5 會比較了解 因為之前的話也是當過同款車的車主 那 335 的妥善率的話就有待加強 但是 330 328 這個 NA 引擎的話就穩定很多 那以 F 世代的 328 它就已經變成是 2.0 的渦輪引擎 這個世代 1902 的時代 都還是 3.0 的 MA 引擎 所以它的土散率以現在來說都還是相當的不錯 那剛剛拆裝的時候 因為里程術使用的有點多 所以前面的離甲串也壞掉了 然後後面避震器上方有一個發泡的 這個算是一個饅頭吧 緩衝饅頭 上座饅頭 那個也已經粉化了 所以我們一起把叫的材料把它做拆換 所以等了材料航過來 所以大概延遲了大概 40 分鐘左右 這個是它上座的零件 這個零件如果用里程術來說的話 大概 10 萬公里左右 它就會像這樣破損 這個上座橡皮就需要拆換掉 那這個直接叫護廠的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叫的品牌是Sachis的 這個也算是蠻知名的品牌 很多的原廠避震器也都是照這個品牌來做代工之類的 那這個算正廠還副廠了 我也不太清楚 但品質都已經有一定水平了 車友本來這台車也是裝的是改裝避震器 它已經裝了一段時間 所以就損壞掉來改裝KT的道路板 KT的道路板的前面彈簧配置 是前面是配 8.5 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 11 公斤 前面的彈簧我們做了一個燈籠狀的 160 場 後方的彈簧特意把它的彈簧拉長 拉長到 25 公分 11 公斤 那如果像這個其他 這個也算是國內還蠻品質還蠻不錯的其他品牌 像它前面彈簧配置的話是前面 12 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 14 公斤 這個基座把它稍微敲下來 這個基座稍微敲下來 稍有辦法安裝KT的 High Low Key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 High Low Key 安裝上去的樣子 剛剛那個基座是放在上方的 所以我們需要把那個基座稍微用 膠水或者是一次的 稍微敲一下之後把它拿下來 然後KT的這個 High Low Key 再放在上方 那這一條就是後方的彈簧 250 場 11 公斤 彈簧下方的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剛剛在等零件的就是這個零件 這個是後面的上橡皮 原廠形式的上橡皮 這個跟緩衝饅頭一樣 都是類似一個發泡的材質 跟這個一樣都是發泡的材質 所以它久了之後就會粉化 所以這個如果要鈦換避震器的時候 就建議一起把它做鈦換掉 那不論是不是換KT的 或者是換其他品牌改裝 或者是換原廠副廠的 都建議啦 實體上去到的就把它鈦換掉 後輪的話 車友 車友的話其實它有改裝了 19 吋的鋁圈 那車友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這台車它在使用的時候 輪胎的內側有遇到痴態的狀況 所以這台車它的後輪 有兩個角度可以做調整 竖腳多連感的當然能調整 仰腳的話也有一顆偏心螺絲 能夠做微幅的調整 所以這台車如果沒有降低到很低很低的程度 就可以靠原廠的定位的兩顆螺絲 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那如果降低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經理個人還是建議改裝一下後面上方這支 就是仰腳調整器 因為這支仰腳調整器 它能做出來 CAMBER的角度 自然比偏心螺絲大的很多 所以不論降低到什麼樣的高度 都能夠靠仰腳調整器把它調整到一個適當的角度 這個是後輪的 這個是改成本來原廠應該是配 標配應該是配18 17 18 這個已經配到19 原廠這個已經有改裝過 那後輪的後避震器的所在的位置 是在試坦的內側的兩邊 所以如果要調整處理的話 需要把這個試坦把它拆開之後再做調整 跟190 192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這個大概是後方的一個設計 這個前面的話上座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直六的3.0的NA引擎 這個上座從這個地方能調整處理 那像這個螺絲的長短度 其實KT也都有針對這樣的車款 再把它縮短 如果一般螺絲太長的話 有可能會抵到190 192車系都有這個 這個橫桿 那這個上座的話也需要做成頭 才有辦法把這個調整桿 不跟這個地方來做干涉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的方向 我怕手會折到鏡頭 像這樣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那前面的離載串 剛剛拆裝的時候也損壞 也破損了 所以有一併跟車友來訂離載串 來做汰換 前面的彈簧是配 160長8.5公斤 都是適合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今天要降低的車高 前面會維持原來改裝時候的兩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一指半左右 這個車高也是一般行駛的時候 也就不太會磨到啦 因為190190它的車頭啊 這個距離到下巴的距離 其實沒有很長 所以降低的弧度可以允許的比較低 也不太會磨到的狀況 除非有在裝一個下巴 才有可能會有干涉的狀況 那KT的用料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像KT使用的主名友 是使用義大利IP的主名友 油縫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縫 整體的一個材料 都是以原選的 它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北部有經銷商 中序的話 飛魚底盤寄演 也是KT的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有好多的店家 都可以幫大家來做安裝服務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最近公司在KT的工廠 在狂推的一個氣壓式的避震器 目前還有大概60個左右的名額 可以提供車友們好好把握 因為這個60個名額 我們都是做一個超低的 一個全台最低價的氣壓式避震器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試乘也歡迎尋針價錢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